哈喽大家好,我是马天宇,我现在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两晚会的桂林的分会场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,工作顺利 我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春晚,然后去年是演的小品,今年是唱歌 然后接到春晚,能上春晚首先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就跟我家人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用一个词形成春晚我觉得应该是陪伴吧 我觉得陪伴因为是从小到大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小的时候一直在家 然后大年三十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饺子 然后看春晚,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陪伴吧 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,所以北方一般都是吃饺子吧 然后准备年夜饭,然后对,也都是吃饺子 怎么说呢,因为唱歌是我的专业 可能去年我是在尝试去演小品 但我觉得还好吧,表演上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都比较新鲜 我觉得我不拒绝任何形式在春晚上出现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 我都很开心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吧 小童唱歌挺好的 要不怎么之前都出了专辑 然后拍过MV 我们从去年开始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他就在筹备他的专辑以及他的MV 所以我觉得唱的还都挺好的